老師好 好 各位同學做些啊 謝謝 來 自我介紹一些啊 我姓徐 認識我嗎 不認識 不認識嘛 猜猜看我做什麼的 老師 教什麼的 教什麼的 助學 漂亮 你們班真的太聰明了 一加一等於多少 2 講一加一等於5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啦 講錯了 如果問10個人 大概9.5個以上 都對台灣現在的教育不是很滿意 我覺得總是要有人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我們做這一行做這麼久了 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 我們當然希望讓更多人看到 更多人去做 最好的方式就是陪大家一起做 但是它最大的困難是 怎麼樣去走出第一理路 怎麼樣去實踐 我覺得做這件事情滿有意義的啦 所以只要老師願意的話 我們就是會願意 希望讓每一個縣市 至少都會有這樣的種子出來 然後我們最終希望達到 一點一點然後遍地開花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交易改變才有可能 這是我最後的希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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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多老师都想要改变 想要改变什么 想要改变他的教学方式 我们都会感受到 其实孩子的学习动机是非常的微弱的 可是他的微弱可能不见得是他不行 而是我们没有按下他那个启动的按钮 课堂上在黑板上讲解说 你常常就看到他们就是没有办法了解的那个眼神 然后老师也很痛苦 小朋友也很痛苦 你完全不知道孩子脑筋在想什么 你甚至不知道他在题目的解读当中是哪一个弱掉了 对 那个黑盒子是被关起来的 一个学生他进了国小 一直讲话到完全最后到没有声音 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其实我就想要了解说 为什么我会把孩子交成这样 我们真正要顾的那个后面三分之一的孩子 其实是在很早的阶段就被我们放弃了 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呃 非常非常 现在说小 我会觉得是自己满惭愧的地方啦 其实孩子的能力一直在落实 流失流失 那谁可以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从哪里补来 没有耶 自己找方法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胡堂主任他在那个YouTube上面 Po的那个影片的时候 天哪 怎么会有老师那么有耐性的去引导孩子 然后帮助孩子自己理出那个数学的概念 那个是我在课堂上从来没有的经验 我们通常在课堂上就是课本怎么讲我就怎么教 刚刚那个是胡盖 现在叫做胡盖 请问你答案会一样吗 不一样 好 不一样对不对 非常好 哪里不一样呢 嘘 一样告诉你们的同学 我等一下就会吵好不好 什么行 扇行 OK吗 可以 可以喔 有没有听过扇行 有 掌声鼓励 谢谢 好 谢谢 他对于孩子 学习能力的那个 信任吧 就是说每个孩子一定都可以学 然后就是 他会帮孩子搭一个阴架 就是说孩子他跨不上去 是因为我们的 没有给他搭阴架 那个跨一步 跨一步 跨一步 就是带领他 看看他前面那一块 欠缺的那一块没有 我们就开始帮他建立起来 他确实是可以学习的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应该被放弃 讲什么都没关系 讲错了 因为数学我真的跟你讲实话 数学他有的人就是觉得比较难 所以数学错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你要愿意学就好 撞过起来不好意思啊 我们公平一下 等下来轮一轮好不好 早期我在教数学的时候 如果学生 比如说他做错了 我可能会走过去就跟 就可能指着他 然后就说你这一切错了这样子 他马上就是趴下身体 然后盖住他的答案 然后不想让别人看到 当下我才可以感觉到说 原来我在我的数学课 其实是给学生很大的压力 其实很多孩子他不敢 不敢讲话 不敢提问是因为他一开口就有一笑 很多孩子就选择不开口 他不开口你没有办法帮助他 了解他的困难点在哪边 就是我们要鼓励他有他自己的思维 他的每一种想法 都不要先做一个对或错的一个批判 而是说引导他往正确的方向 一只瘾一只瘾 最后让他自己说出那个答案 因为他自己最后是 答案是他说出来的 所以那个成就是他的 所以就透过这样的过程让孩子 真正感觉到说其实我是能学的 那我们老师的功能不就是这样子吗 在翻转的时候一个最大的障碍 其实来自于我们自己 对不对 因为就是以前那样子很舒服啊 所以我就发现说 好像在翻转里面 我觉得不是只有翻转学生 其实翻转我对教学这个态度 我发现我这十几年教出孩子 因为都在偏乡 他们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从事最基础的工作 那没有什么贵贱自分 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好的方法 让孩子在资源上最少的时候 他可以得到相对他可以自己往上爬的力量 老师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不是在我身上一堆的光环 而是说我的孩子 他在未来面对他的生命的时候 他都是有十足的信心跟勇气 觉得不害怕失败这样子 很多孩子这句话都会哦 可是礼物上的选都选不出来 他就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这些孩子是五年级的 我不一定要这样 我只要一个说出来就好了 你懂吗 这些孩子有抽象思维的 想要让学生更好的老师很多 但是他大概都躲在自己学校的角落 他没有被看见 现在因为网络平台 或者是像孟德恩赐方 这种大型的媒体的宣传之下 这些老师愿意走出他的学校 看到更多的人 原来跟他一样 我觉得汇集这样这一群人的力量 一起做 大家一起往前走 那种感觉是会走得比较长远 所以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的 男的短带有 要分分身 所以小猫是 某部分就是投入的时候 你会感到一种鼓励跟安慰 因为自同道合嘛 你会发现有时候没有一些 支持的时候路会走得不久也不长 但是很多人一起走路可以走得很长远 我必须说这样子实践的历程当中 为什么会坚持下去 因为看到很好的效果 你会发现偏向的孩子 因为这样的方法 他们无论在口语表达 在自信上 在整个思考的方面上 很有自己的方式走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条很好的就是路径 所以一定要跟着走这样子 请告诉我 这个我手上这个 圆心脚在哪里 来一分钟讨论 来开始 诶 可不可以开始了 我刚才拿到这个 可以的吗 诶 你画的好坏 我画本要错了 我画的优签 我不抽签了 这个 直角 他有讲话了 谢谢 来 一定要有直角吗 这样变成连行 因为这就变成连行人就对 好 聪明 只要你坚持走下去的话 你会看到 教室里面开出更美丽的风景 我希望让他们看到 长期坚持的走下去 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不错的 从老师跟学生的反应 都会值得你这样的去努力去改变 而不是说 谁叫我们怎样 真的不是 是我们自己想要从孩子身上看到好的结果 尽管是不太了解数学的学生 他也非常敢说 他说说法有可能很简单 可是是他自己想的东西 我觉得那就是不一样的内容了 是他自己找到的 他通的路这样子 翻转教育上我觉得小组之间 或是同学之间 他应该是相互支持 相互扶持的一个教学的过程 这样子 所以后面的人就是只剩下三个 所以答案是13 谢谢大家 由民间老师发起的那些 其实第一个就是非常的有品质 如果学校没有任何的补助 我也愿意下去 所以那动力是很好 其实每次看到他很感动 而且每次分享的老师都是第一线的老师 他不会跟你讲什么生涯的道理 他会告诉你他从哪里遇到困难 然后怎么解决 而且在当中 不管是实际教学上 或是彼此情感交流上 我觉得都得到很好的 很好的那个鼓励 看到他们真正 对于学习这件事情是充满热情的 我只要持续走在这一条正确的路上的话 我可以看到我要的目标 教学更快乐 所以我们希望给他一个支持的力量嘛 所以我们就会先陪他走一段路 我们甚至到他的班上去 跟他一起上一段课 等到我觉得他教室风景 值得被观看的时候 我就鼓励他开放教室 老师从孩子正向的表现当中 会得到有尊严有价值 那孩子也从老师改变教学方法当中 学到学习是可以变得这么有趣 他就会变成一个良善的循环 那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老师愿意进来 台湾的教育改革已经改了很多次了 而且通常都是无疾而终 可是这次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 这次没有人叫我们改 是我们自己 就是这群人 这群人都是自己愿意走出来的 那这样的效果当然觉得会比较好 所以我对这次还比较抱持乐观的态度 这次呢 这次的故事 也就是那 Jahrăhane 亚雅雅什么 好 我是日本人 原生